你们还把大朝的国法 把朕放在眼里吗 陛下 这是中州各级官员 敬献给陛下的土仪 用九玉山特产的苍结 做成的笔棍 艳态 寒和 相传此种玉石用来盛放典籍 可已千年不符啊 走 陛下可否喜欢 什么玩意儿 朕是一个武人 这种华而不识的东西 只适合你们这种追逐风雅的富家公子 朕拿来何用啊 陛下一统九州 见不适之功 陈等明知天下没有什么宝物 配得陛下轻眼 只是略表感代而已 你们蔡家真是家传的睁眼说瞎话 你们哪有什么感代之心 大朝国法明令禁止 私征劳役 你们为了采得苍锦玉石 苛征赴税 让那些交不起税的良民 都去挖山来抵 以至于中州民不聊生 落草为寇 你们还把 大朝的国法 把朕放在眼里吗 陛下 臣绝无死意啊陛下 这九玉山私征劳役一事 臣一无所知啊陛下 好一个一无所知啊 凌云 在 告诉他这不义之财 最后都进了谁的口袋 卧武 早年为中州蜀官 因私放劳役 险些被处斩 后逃至天启卫民明冤 据他状告 苍锦玉受得金珠十万余 皆归于蔡国公府 用于锻造军械 私养死士 陛下若是要杀臣 明发赵玉便是 臣 自然阴景带露 又何必听人污蔑 指臣于不忠之地啊 朕要杀你 确实用不着什么借口 朕今日还废了些口舌 是要告诉你 你们这些盈盈狗狗的事 朕心里一清二楚 今日 朕是给你们一个警示 你们 日后若是再犯 休怪朕 畏教而诛 朕 朕霞山上的神殿可还在 在 而且十分坚固 陛下在天启时曾提起朕霞山风光 臣特意派人探查过 做得好 咱们现在便去朕霞山 是 我推下 准备动手